事实上桌间可以不需要用到的私家侦探 伦敦每日邮报报道 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 利用手机 设取网站 电脑这三大工具 近八成的投掷案就无所遁形 但是心理智商师就提醒了 想要收获爱情 想要让感情长久 疑心病不能有 十年前冯小刚一部电影手机 红遍大江南北 也让用手机抓奸成为全中国最夯的话题 十年后的今天 一通简讯就让复兴男女现行的方法依旧灵验 最新调查显示 用手机抓到对方劈腿的概率高达四成一 用脸书社群网站抓到偷吃的比率也高达两成三 而电脑则是排名第三的抓奸工具 不过南加州华人民众 结婚两年刚有了宝宝的何先生 却从来不怕跟太太彼此看对方的社群网站 有时候也会看 但是不会把它当作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去看 就知道你最近跟谁在聊天 或者说你朋友会 大家说出来就互相笑一下 其实还是双方的这种信任还是比较重要的 脖子上刻下四个大字 用刺青的方式表达对太太的爱意 结婚六年的这对夫妇 彼此从来不看对方的简讯或者脸书 因为信任就是这个中西合璧婚姻的基础 感情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才能长远 整天怀疑来怀疑去不行 而且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空间 将心比心彼此信任 而这也正是心理资商师给现代社会中 被手机网络通讯工具团团包围下感情的提醒 黄亦凡建议 希望收获美好爱情的男男女女 给对方多一分信任 给自己添一份自信 警惕感情中的疑心病 或许这就是今年送给自己 与对方最好的情人节大力 以上是东森讯网易留李宗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